娱乐之上小玩解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场ZCUP的比赛战报 那应该说2014年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一个信息 就是ZCUP的一个信息了 我们以前一直说啊 WCG一年一次对吧 戳一戳戳一戳 也就这么一回事了 反正我们解说也解说不了好这个WCG的比赛 平常的话都是解说ZCUP的战报 那现在有一个非常悲剧的信息 ZCUP在2014年1月25号左右呢 会1月23号1月25号以后呢 就不再有ZCUP的魔后真霸三的比赛 所以非常可惜 ZCUP也是在坚持了这么多年以后 最终是走向了终点 也再次说明一个游戏 一个项目如果说没有商业化的盈利 毕竟还是不持久 那非常可惜 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感谢ZCUP这么多年 这么精良这么持续不断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比赛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ZCUP上面的两名选手 一个呢是Forge FOGGY 另外一边的话是俄罗斯的雄运人组霍克 那我们在以后还能看到霍克的比赛吗 对霍克的话应该说也是ZCUP的一名常客 也因为ZCUP 然后让我们更加了解这名选手 非常可惜的一个信息 但是这个很无奈我只能跟大家这么说 好吧那如果说 这个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吧 也希望国内还会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优良的比赛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边首发英雄是AM 然后精灵的话是中立的一个打法 对中立的首发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发挥 这个总体的一个氛围好像似乎有点略伤感 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应该说是那个 这个考考试考试周了吧 快啊 应该快大家应该有些的小朋友都已经放假了 有些人都还在考试周 反正也是祝大家那个考试能够取得好成绩 希望能够大家千万别 别那个出现什么挂科什么的 不过挂科呢也没关没关系 我大学生呢也挂科过也重修过 反正也是大学蛮完美的一个大学 你经历过了 你可能会更加珍惜自己的一个学业 反正我是从过来人的身份来说 大学呢你千万要去学好一些东西 你学多了不会吃亏 学少了你终究会觉得自己有点稍微的遗憾 哎 皮特洛大屁股 我们看到这边 呃 机灵这边并没有选择出熊猫什么英雄 出了大屁股 这个英雄应该说在 怎么说呢 在在TS上面就把大屁股加熊猫的这个天地火打法呢 倒也不是说没见过 好了那这边Hawk这边第一时间看到对方这个英雄啊 那这样这个这个 对吧 农民必须躲起来 就躲起来 大屁股呢 前期两把火还是比较苦逼的一个力量型英雄 蓝不多 水蓝不多 两把火全要扔下去 这根塔呢肯定是要稍微修一下的 好 大屁股现在是 还有500点血走了 没蓝了 这个英雄最苦逼的地方就是蓝实在是有点少 包括这边现在是 第一波的话 骚到应该说是 没有开始起到效果 只能说稍微打断了一下采进的一个效率 阿姆科技已经提升起来 这边虽然采用了一个大屁股的一个首发打法 还是有点让人没想到 那说完了考试呢 我们也是要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也是 怎么说呢 衔接以前一个故事吧 以前呢有个故事 这让大家也知道 很多的男性同胞跟我可能有一定的感想 经常看视频的时候呢 他说女朋友说他不陪他 老婆说也不陪他 老婆说也不陪他 你们天天看视频 不陪老婆 那对吧 以前呢也吐槽过这样一个情况 或者这边是 哎不准备开矿吗 跑到这边机灵家里面去压制 嘿嘿 好 那这样的话大屁股这边顶在前面 又是一种火影 这种火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不高啊 这种火影性价比高吗 不高吧 我感觉啊 4个AC 这边我们看到又补了那种大厅 哎 这边反补掉这边的一个水元素 霍克操作有点那个犀利啊 最后几周D Cup 我们看到这个应该说以后想参加也没得参加了 那种大厅 哎呀 被打掉了 打掉了 打掉了 打掉 好的退掉 非常可惜啊 在这个里面呢又补了一个 差不多 我觉得 来霍克这边还没有升级二本科技 看来开矿还是会开 只是说 稍微要跟你硬刚一下 有大屁股现在是在用生命来给他换啊 血多也不能这么扛啊 大屁股这个时候喝琴水真的是有点伤的 真的 真的是不太建议他喝琴水 他这个时候喝琴水很伤 很伤很伤 好 哎哎水元素过来 哎那个大屁股 大屁股现在是往里面躲 尽量往里面躲 哎水元素丢失的攻击对象 哎 霍克这边现在是大量单位没血 然后的话是快速把商店给修起来 对吧 很多朋友说啊 这个女朋友怎么样不准看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有个上海的朋友 遇到了一个问题 以前呢他反倒 对吧 男朋友天天看小Y视频不陪他 现在呢他反倒一个事情 男朋友去酒吧里面泡 泡酒吧唱KTV去了 夜不归宿 他这样比起来以后发现哎呀 还是小Y解说好 这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看来还是看小Y解说是不影响人生的 看了这么去酒吧里面什么的 就问题不就不好了 反正呢也是想说一个故事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去一段感情 特别是一段三年的感情 还是非常去值得珍惜的 但是呢 我也是把这个故事分享详细点啊 如果说两个人对吧 有一个人出国了啊 一国恋 我个人认为呢还是不太靠谱的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还是比较的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选择的话也比较辛苦 对不对 然后呢在相处过程中多一点理解 然后的话交朋友一定要谨慎 交的都是狐朋狗友啊 经常喜欢带你去酒吧的话 不是说去酒吧不好 只是说去酒吧呢对吧 偶尔去去呢是可以的 也没什么关系是吧 就是现在21世纪了 你酒吧都不去 你干嘛呢对不对 小八也去了呀 虽然我去的次数有点少 但是的话你一直一个礼拜去几次啊 心肠越不归宿 那这个就其实不太好了 对不对 好打屁股这边是在卡水元素的位置 怒火中烧啊 只能是欺负水元素 霍克上比赛开的开的非常慢啊 呃 希望这个哎又一个反驳 霍克你们最近打打夺他了吧 对不对 那最近的刚刚那个故事的话 应该说啊如果当事人能理解的话 有理解啊不能理解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是点到为止 含蓄一点 好打屁股这边又是一种火雨啊 这种火雨的话应该说 让伏特曼的血量是低了非常多 那现在我们看到霍克这边这个框开的比较慢的话 呃 哎这两根塔 这两根塔 哎呦有口火喷上去 这这这这这这感觉还是有点伤 还是有点伤 我这真的有点稍微厉害啊 这个塔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马上好 马上好 雪猫这边被被抽了 雪猫 呦呦还能再抽出一股火 还能再一口火大屁股不敢吓了不敢吓了 这再吓死了 把自己给吓死了 一根进塔给点掉 把AC死一个 这边真的真的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我这个拼得很惨烈 拼得很惨烈 二要了等级 哎 开皮 拐比福克斯 th000 为什么大家都在打这个意思啊 什么东西 说什么东西 说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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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好像在说一些什么事情 但我没看懂 good idea 好吧 那这一刻 拍了应该说 呃 那我觉得这刻 至少应该有一个 最终的一个总结 是这样嘛 邀请一些比较大牌的选手 然后一起弄一下 我觉得应该很多选手都也也都愿意愿意来 好 这边我们看到些大屁股这边 哎呦这个水元素 顶死你 而又是个反驳 壮宅 我的天 Hawk操作 屌炸天啊 我们看到 好 这些又还有蛮多的那个 伏特曼是出去残血 赶紧过来是要 爽一爽 哎 我觉得这根塔要修 我觉得这根塔要修 因为大屁股怕下火雨 如果你这根塔不修 待会被火雨下掉了 那可就问题严重了 好 现在 这个精灵 现在是等熊 等熊的一定数量嘛 然后等到数量以后呢 再强冲对方的矿点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加上魔术之霸山这个事情 归根结底还是暴血不作为 暴血不干 不想干点事情 你指望人家你Cover过来拯救世界 不现实的事情 你也不能指望小Y拯救这个魔术之霸山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没这个本事 拯救还得 对吧 追本素缘还得有暴血来解决这事情 一个灸火 一个火 天灸火 大腕很明显就是天灸火 小洛地盘顶了法朗皇冬 哎呦这个有点帅的呀 围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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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杀 没有保存的话 这小洛被坑杀了 又是一阵火雨 爽 我的天啊 弗队面真的是一本团物点掉 强行顶啊 强行顶顶得很伤啊 这个 这真的顶得很伤 火雨这个技能伤害还是比较高的 好 发蓝环头 发蓝环头没了吗 哎呦只有64点来 没有发蓝环头 这熊 或可眼睛都绿了 真的是眼睛都绿了 好买个飞艇保一保 这熊不能死啊 死个熊还是有点稍微的心疼 这边这个肉熊赶紧躲起来 大法师这边啊 发现熊没发现 发现一个小精灵 这个放了一个月景 拖时间 很机智 感觉这边精灵操作还真不错啊 对吧操作真还不错 我只能算还不错 试试上人口 又是一个肉熊 你这个熊啊 可以趴了 大法师应该说也是这轮烧到烧到的时间也蛮长的 塔的话现在也是蛮多塔 家里面也是博了点塔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8人口 两个英雄等级也是3啊 没到人 熊猫没到3 美中不足 熊猫没到3 这边现在是38人口 虚伤点水元素 经验一定要注意好 你别把人家等级给养起来 大屁股这种英雄等级养起来 熊猫跟大屁股两个英雄到六级 还都是有座位的英雄啊 不是那种真打架 诶诶诶诶诶诶诶 诶诶诶 诶诶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诶诶都是圣塔的话 我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了呀 诶诶如果说这波熊直接空头进去 这个塔还没有好 而好的话也是一根圣塔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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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进去拍塔 这个看他运气拍的对不对了 大屁股这边冲上去 熊这边先用心 诶诶诶诶 诶诶这个 回忆人下去诶诶 这个好漂亮 这个熊有点稍微中枪 我这个有点稍微厉害 这这波应该说 这个这个这个 诶诶这个飞天 飞天要倒 飞天要倒 诶诶诶 诶诶诶 大屁股这边还有一阵火影 还有一阵火影 又扔下来 大屁股这边还有一阵火影 大屁股是过来的话 没用啊 熊往里面拍 直接拍啊 熊是已经无路可归了 因为他已经飞天就爆了嘛 只能说这个时候干啊拍啊 这个时候只能说是熊不要乱拍 就拍这个塔就可以了 把塔啊 把哎呦 一捶捶一下一头熊 圣塔打不动这个熊 虽然能把熊的蓝给耗干 对不对 但是这个拍摆你的这个塔 还是没什么问题 我往里面转把你塔给拍掉啊 一根箭塔 箭塔就不一样了 箭塔就不一样了 箭塔就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好 这边一个地我是一个这样 这只头熊真的是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在里面拍 啃不错 我觉得这一波啊 这波控制进去效果 总体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三个熊还是死的有点冤 三个熊 三杀人口 然后的话 这边我们看到是大瓦斯 诶诶 锤 续散一下 水元素的经验肯定还是要 熊猫也到三了 熊猫现在是有一口火来喷一下 喷喷喷喷喷喷 人主这个家现在是残破不堪啊 霍库家里面也是压力很大 补下了神秘圣殿 这两个精灵英雄装备 倒是有点稍微寒碜啊 都没有保命道具 不还好 现在三球等级也低 倒是问题不大 不虚 真的是不虚 诶诶 大法师当心血量 大法师身上有个无敌 大屁股被捶住 大屁股往后面走 大屁股你们冷静一点 大屁股 三球这边还有捶 大屁股死了我觉得 这死了 这死了 这肯定死了呀 大屁股血多也不经三球捶啊 大屁股 对不对 锤死 好的这样的话这个 大屁股也是没想到对方啊 这个强杀自己 一击锤子也是 哎这个漂亮 小精灵造型 叫这个商店躲锤 操作真可以啊 这名精灵啊 上飞艇好的 非常漂亮 小猫这边现在是用小鹿粘住对方 又是一个福德面被干 大法师在补刀 有没有 没有 大屁股是买活 我刚刚这边三球怒杀大屁股漂亮 下方的话这个塔应该是补起来了 一二三四根塔了 大屁股回家来井水该科的喝一下 有大屁股和井水真的是小屋间大屋 喝下去以后也没什么感觉啊 全部喝完大屁股居然没有得到一个满血满膜状态 简直不敢相信 再次空头 熊猫这次也进去了 有一口火喷上去 来先把农民给拍摄 就是给你强行化 打的就是这么坚挺 我这边我们看到打的非常强势 这个飞艇一定要在那边随着接应 你别待会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好大屁股在后方准备过来支援 有两口火 这两口火还是有点吓人的 下飞艇 飞艇怎么当心啊 飞艇不能倒 飞艇倒的话兄弟们都得到这里面 被演员准备空难的节奏吧 大屁股过来 活雨垂坐 不给你下活雨的机会 农民死的很惨 你就活雨扔下去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大屁熊猫升到四级 哎呦 这个活雨非常的给力 上飞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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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熊猫有危险 熊猫有危险 没有保存 上飞艇啊最漂亮 这这这真的操作还可以 有血瓶有血瓶 买商店已经好了 戳一下这边的一个山丘 熊猫熊猫现在是买了个血瓶 问题不大 有一个小鹿被点到四级 哎哎哎哎哎哎哎 一头熊上飞艇没有来得及 一拳要拳住一头熊上飞艇 这次可以上飞艇 上上有没有来得及上 这个这个主要被晕住了 被晕住了被晕住了 被晕住了啊 熊猫被中一个减速发浪还童一套 破法一偷 水元素享受到这边发浪还童 血瓶吃掉 还不死哎 两个破法都残血 破口这边操作也是不错 一堆火雨两个女物往后面扯 打得非常惨烈这场比赛 看来是一场质量局啊 看来是一场质量局啊 三人八人口 当然精灵这边没有两框的经济 压力还是有的 如果说时间推下去的话 可能对精灵不利 280块钱 24木材啊 买个高达吧 好像高达已经之前是死掉了 破口这边必须得再买个高达 但是他现在没有木材买高达 只有 买高达有100点木材 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这个百达经典 86跟87啊 这两场还没有做 所以大家不要急啊 我还没有做 不要莫荒莫荒 哎哎 我这个飞艇 真的是你这这兄弟妈妈玩的很火啊 我们看到 这八点血的飞艇你也敢做的 这真的吗真的是 比木还木啊 我们看到 这么 哎呦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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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这种飞艇你也敢做 我就说怎么随便一来就给贵的节奏 哎呦我这这这有点吊有点吊 赶紧走 能出去吗能出去吗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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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飞艇居然出去了 熊猫居然也出去了 熊猫居然也出去了 哎哎哎哎 兄弟 这这这这这这熊猫熊猫 哎呦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 这真的是 简直不可思议我们看到 这这些兄弟打得太崩放了 八点血液的飞艇你也敢开进去 好吧那这个农民机制的把这个熊猫给堵死在里面了漂亮 那我觉得会不会也不亏啊 十两个农民换你一个熊猫四级熊猫 这事情真可以做 我觉得有什么好亏的呀换个四级熊猫哎 这才是几个农民而已啊 一二三四五四五五六个农民而已啊 好了有两句还就是熊的试铁啊 这边现在是赶紧把这细红环 这真的是胆子太大了 比木还木我们看到木 我觉得这种雪挡飞艇也不敢上了 简直是 这是木再生啊 我们看到啊 不是木的木木再木 不是木木不是木再生了 这个话说的不对 是木木这个这个附体啊 木附体木附体比较对木再生不对 这个好像说的木已经挂了那种感觉 这个说法表达上有有问题啊 表达上有错误 然后会被木的粉丝给拍砖的 好四十八人口 那现在我们看到后果这边也说 哎呦 我觉得后果现在闯过气来了呀 现在一千多块钱存款 小日子过得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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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不对啊 现在反而是这边精灵比较不好弄了呀 矿还有一千八百块钱 就钱不多了 压力就来了 大屁股练五级 胆子太大了 这八点许的飞行在那边做谋啊 这不真的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真的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胆子太大了 哎一个大雪瓶 熊猫能出来吗 哎呦喂 没出来可惜啊可惜 这个有点可惜了 好把大屁股给把熊猫给卖掉 然后大屁股单倒六啊 买活了熊猫 四级熊猫啊 这买一次很伤啊 人口已经红掉了 马上就啊 啊熊过来拍 我觉得这波的话 人主还打不过这边的一个精灵 精灵这边现在无敌躲掉这锤子 这哥们操作我不得不说还可以的啊 各种的小精灵什么躲躲什么该这该怎么躲都都是一套流程都非常娴熟 操作是很不错的 但胆子有点在被太大一点 这还真是这是木这不是木吧 这有点木这这这这这这他那种做事的风格有点像木的感觉啊 好小精灵刚来过去追水元素蛆啊 大屁股到六级还是有机会的啊 要锤锤的熊猫 两级的锤子还是有点凶大难拼 好一路的追杀又是一个女巫被戳死 哎熊猫你们被这样锤下去被锤到不行了快倒了 50人口1700块钱啊这边货口这边真能憋啊 真能憋啊 哎这边是谁啊 人 打打打什么意思啊 哎 为什么名字跟我这边显示的不一样啊 啊 霍克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的颜色是这样的呀 为什么这哥们的颜色是这样的 我很很奇怪 他的颜色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吓尿我还以为是霍克的马甲呢 这怎么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个人的说话呢 有点奇怪啊 这个这个你看有三种颜色 一般不是只有两种颜色吗 哎这个有点奇怪啊 这现在应该是有四种颜色了 加上OB的话有四种颜色 这哥们是什么情况 有人帮我来解释一下 这哥们为什么会吹啊 那主机吗 急急 这兄弟是谁啊 好像也是个观看者 但颜色不一样 那是小龙洞 这哥们的帮助 非常的鼓励 这边是小龙洞 跟着人技有什么样的 参加了 放在 Southern 等圣骑士 那这样的话应该并不是说 最后一波 等一等不急 现在人口是 71人口 部队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数量了 但还不急得上75人口 圣骑士来了 骑士也要来了 迅速数也在研究 各方面都在进行中 现在霍克准备要发动一波 80人口的反扑了 精灵这边肯定是要把大叔给爬出来 也没什么特别好的选择 往下爬的有点远 只能爬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位置也不好 因为毕竟雷对方的风框太近了 对方的部队也是在那边成兵裂正在这个位置 很容易就发生一个正面冲突 现在英雄武士等级 如果说双五甚至有个六级的话 可能我觉得还能玩 还能玩 好 现在我们看到准备准备上 小炮的数量怎么没可能 小炮准备到里 小炮两门在这边 小炮两门三门 攻防在研究 照一下准备要开干了 后果这边应该说已经集结完毕了 我就可以干了 史诗不干更代何事 真的要等到矿要开出来吗 来了小炮 小炮先缺掉水元素 锤一下小炮过来爆蓝 爆掉水元素跟这边的英雄蓝 爆完小炮啊 爆爆爆法师 这个爆爆的非常爽 熊猫这边有个漂亮漂亮 小炮过来爆爆小炮不爆死掉了 爆爆爆大法师是被爆了个金刚 好熊猫被锤住往后面钻 熊猫还有个蓝瓶 挺起无敌的熊猫 大屁股这边还有蓝 我这边我们看到队的这边法师要来 来点事情 但是我们看破法这边熊是正面的完美的在一边硬拍 熊猫再次被锤住 又是一种火扔下蓝 这个火的位置扔得非常糟糕啊 只扔到一个女巫 一头熊被 熊还没有死 熊猫大血瓶给吃掉 熊猫也不死 再说这边法师 感觉这波打的还不错 保存回去这些熊猫 熊猫的位置可能 保存的位置也是没 就隔壁了 又是一种火业 这种火业放得不错 咱们霍哥这边散了非常好 又是一头熊干掉 三球剩下三几 三个拳套加九点攻击力 一千零七十五间血 真的是小贱命 小贱拼出来的大富豪啊 鸡少成多 薄力多消 就像卖肉松饼一样 对不对 好我们看到又是一出来干掉一头熊 现在只有没有熊了 现在已经没有熊了 只有小鹿 只有小鹿大屁股又是一种火业 又是一种火业 这边我们看到又戳掉一个大屁股 现在马上到六级 往后面钻 是个小鹿 后后这边打的非常惨烈 但是没有把人家给打下来 不过的话 对方小精灵全要爆干以后呢 这个精灵也没有经济的一个来源 场面上来说 现在好像小精灵都没了吧 还有一个小精灵 这有点还可以还可以 他应该是卖了 卖了西游光华应该卖掉了 把所有装备给卖掉 然后赶紧的是要出这个 甩钱 这应该说是对这边的精灵来说 非常弹腾的一个事情 没钱 没钱的一个节奏 霍克对面是一波打完又来一波 一波打完又来一波 这一波的话有点难弄了 因为没有没有没有熊了 真的是有没有熊的话 就有点稍微吃力 小炮先把这个知识股数给A掉 先把两个知识股数给拔掉 哎呦这样的话 霍克对面也是稳在稳打 那你这边矿稍微运转 那边一分钟两分钟问题不大 两个数给打掉 然后的话大屁股这边到六级 有没有机会到六级估计也不能发大招 所以我觉得也问题不大 熊猫马上到六级 熊猫马上到五级 五级熊猫我都觉得这个时候 已经不影响局面了 一个火喷一下 又戳掉一个小炮 但是这边两个小鹿被炸死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小鹿也死光 熊猫现在已经五级 当然大屁股这边现在被人家破法追着抽 惨是有点惨被人家追着抽啊 一个破法就是死兵抽大屁股 破口这边家里面的矿应该说也不多了 还有四千块钱 但大屁股现在是到不了六级 非常可怜 熊猫这边应该在那边持续的喷 还有六十四点蓝 不行啊 被对方脸两线赶 两线赶 又杀一个农民 两线赶这个基地有点扛不住 有小炮的话 这很快就能把基地给拆掉 大屁股现在这边也是没蓝啊 大屁股出上去 我觉得一锤就有死的节奏啊 垂垂死谁 两个英雄都得死 垂垂死谁 机器 好的 我们看到这张比赛的话 应该说非常的可惜啊 精灵呢 应该是有一次特别大胆啊 这个八点血的飞艇 载着这个两个英雄去那边 杀农民 把这些熊猫给玩死了 的确有点稍微太太太牛逼了啊 我真的是比木还木 比木还木啊 好的也是恭喜 这个飞艇不空难 简直天理难容 对天理难锤 好的也是恭喜霍克 霍克在稳定住局面以后的一波反扑 将精灵给扑杀 好的也是恭喜霍克 那大家下了本场比赛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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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